我想说一下我 Found 6的时候读一本文学名书 叫做Passage to India 其实过年我都有翻看那本书 也好像百汉不厌那本书 里面有几句我记得很清楚 怎么说呢 就是引起我共鸣 It resonates with me 尤其是在外国生活那段时间 我现在把这句子写出来 我需要打字 我随便找个email打字 我的email就连着mouse 所以就寄回给自己 我可以寄给你的 就寄回你的email address 那本书呢 大小草我不理了 大小草我不理了 The Passage of India 去印度之类 那就是 作者呢就是 Enforcer 这个是这样的 我先打了 先打了 那我喜欢 就一路打字的时候 我不看那个keyboard 那很多时候都会打错 那我一人再改 我喜欢那种 我喜欢那种 那种感觉 那当然啦 如果这样的话 你就要很熟 那个keyboard 就是你用开那个keyboard 打打一下就不行了 要看回 因为我们没有受过那个 那个叫什么呢 那个叫速 速记打字元的训练 我不明白的 我不明白 为什么它可以打得那么快 在法庭那里 这个呢叫 那个叫 Sten... Stenographer Stenographer 是啦 好啦 And this compares to... 我都要看一句 好 那就打上去 那现在再改一下字 看看有没有错 And another 那里漏了 漏了H 嗯 挺好的 哈哈哈 不错 ok 好 just a few missing words 好 读一次给大家听 好 他说呢 就 The world is a group of people who are trying to reach one another And this can best do so With the help of Goodwill plus culture 是啦 有一个plus的 plus culture And intelligence 那这个是 Mr. Fielding 的 人生观啦 那但是 当然啦 在 the end of the novel 那就 作者其实都 都 好像说一件事 是一个理想 people should be working towards this goal but 你那个故事里面 是 好像都做不到 It's a very sad ending Wishful I mean 就是 好伤感的一个 ending 就是 大家是 分手的时候 人与人 怎样 可以 溝通 呢 缩短了 那个隔膜 Goodwill Culture Intelligence 但是呢 我今天呢 就不是说 说起具的意思 而是 他 是 是说少少 grammar 的东西 有少少 controversial 有少少巨争意性 就是 第三行 这里 他说 This can best do so This can best do so With the help 第三行 这里 那呢 有些人呢 说这些文法不对 应该是被动式 Can best be done 是吧 我 After so many years 隔了那么多年 我就这么看 你不会 query 这个 E.M.Foster 的英文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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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 Steven King 他都 在他的小说 里面 他有一些字 是自己作的 根本英文里面 没有那些字 是吧 即是你 你已经是去到 那个 啊 啊 电堂级的 是吧 是吧 的level 是吧 全世界 读英国文学的人呢 都 put you on a pedestal 是吧 奉你为一个偶像 一个完美的偶像 put you on a pedestal 是吧 那其实你是绝对可以 是 啊 即是任意摆布 那些 grammar 那些规则 那些规则 you can twist whatever rules regarding grammar around your fingers 是吧 我们作为你的 你的忠实fans 我们绝对 不会觉得 有什么问题 是吧 那天我 看过Foxy 新闻 就听到 啊 蓬佩奥 前美国国务卿 接受这个 Maria 访问的时候呢 她 她 她有个英文 都用得很有趣 是吧 她说在中国 在中国 就 they disappear journalist 我个disappear 不是这么用的 disappear 是失踪的 是一个 是一个 intransitive verb来的 是一个 不及物动词来的 是啊 是一个 不及物动词 那怎么会 当它是一个 及物动词 disappear journalist 就是令到那些 在中国 就令到那些 令到那些 记者是失踪 but who is going to who is going to query Pompeo 我相信她会是 下任的 美国总统 她有那个 总统上 知道吗 那些 英文 我可以这样用的 是吧 就是 如果我是一个 如果我是Prompeo 如果我是 Steven King 如果我是 Yam Foster 是吧 那 还有呢 如果你用的 鼻动词 是不是应该 this can best be done with the help of goodwill plus culture and intelligence 是吧 你不应该有个 soul 所以 Yam Foster 一定是觉得 在这句里面 他必须要 include 那个soul 那个字 所以他就 override 了各个 grammar的 规则 哈哈哈哈 你不要相信我 just just my guessing alright 那 如果 时光倒流的话 在大学里面 上回 tutorial 上回 道修的话 我就会问 一个 what's his name Mr.Ellis 是 我会问 Mr.Ellis 我会问 Mr.Ellis 这个问题 I think I think he is long gone yeah 嗯 嗯 相信一定是 他可能觉得 那时候 可能觉得我们很幼稚 但是他 是很有风度 去答我们 我们其实是一些 literature 的 beginner 就是 刚刚入门 是吧 读过几本 英国文学 是吧 但是他 都很有耐心去答 yeah 当年 如果 当年 我就没有问到 他的问题 其实答案不重要 Look at this This is so beautiful 也是很漂亮的英文 来的